朋友您好,欢迎回到碎片记忆频道,今天是2022年3月30日 今天为您准备的内容是俄乌和谈进展和俄乌新闻汇总 还请没有点赞和订阅的朋友啊 别忘了点赞和订阅以鼓励我们做更好的节目来分享给大家 您的点赞和订阅对我们来说很重要 非常感谢,咱们开始 说这昨天和谈结果出来后啊 俄粉普粉们是真的不淡定了 一个个的就跳出来说俄罗斯赢了 乌克兰承诺中立不加入北约 无核这满足了俄罗斯战前的要求 乌克兰何苦挨这样的一段胖揍呢 当然也有支持乌克兰的朋友呢 觉得乌克兰获得优势 因为俄罗斯降低了谈判条件 比如放弃了乌克兰非军事化去纳粹化 其实呢,这一段谈判双方只是公开亮了亮底牌 让世界感觉一下双方都在努力 仿佛离达成共识啊又进了一步 但是呢,离实现和平还远着呢 乌克兰方面对于此次和谈的评价是出现了一些积极的因素 美国国务卿对此的评论是呢 对俄罗斯要听其言,更要观其行 您相信谈判捉上的俄罗斯吗? 说实话,对北极熊真的没有欣然感 在布达佩斯被忘录中,乌克兰放弃核武器 作为回报呢,俄罗斯明确承诺 尊重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 不对乌克兰动武 结果呢,2014年团兵克里米亚 2022年发动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战争 这场战争前呢,又是各种的说谎欺骗全世界 这样的国家,您敢信任吗? 昨天的谈判桌上,俄罗斯表示 会大幅减少在基辅附近的军事行动 的确,俄军的部分部队已经撤入到了白俄罗斯境内 问题在于,他这样做真的是为了和平吗? 实际上,俄军在基辅附近的拖拖拉拉的军事行动 已经失败了 目前还有不少部队处于乌克兰军队的包围之中 俄军撤入白俄罗斯境内无非有两个可能 一是重新组织力量对基辅发动新的攻势 二就是把部队调往段巴斯 确保这一次特别军事行动有所收获 也就是说,他所谓的第一阶段全面开花的打法 就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这一轮和谈结束了 但战场上可能一点都没有消停 马里乌波尔今天还在基战之中 救援马里乌波尔的乌军也在取得进展 不知道乌克兰援军能否在马里乌波尔陷落前到达 要知道马里乌波尔这个城市已经是被打废了 战争再激烈,它也是一场力量此消彼长的战争 时间对于乌克兰是有利的 目前双方核心翻旗在于领土 克里米亚和段巴斯地区是俄乌双方无法谈拢的翻旗 乌克兰总统茨连斯基反复说不会放弃领土 俄罗斯也绝对不会放弃 尤其是克里米亚已经写入了俄罗斯的宪法 并已经占有八年之久 如果没有这一场战 克里米亚牢牢的在俄罗斯的掌控之下 乌克兰和西方世界对此还真的是无能为力 段巴斯对俄罗斯来说也是唾手可得 是这一场战争让乌克兰人看到了维护领土完整的可能性 让西方世界也看清了俄罗斯的实力 为了和平就先搁置争议 乌克兰昨天在和谈中提出了15年缓冲期的方案 在这15年不对克里米亚采取军事行动 这看似是妥协 实际上比乌克兰原来无可奈何的处境要好得多 15年会发生什么 咱们按照目前的进程来看 战争打出了乌克兰的空前团结 这可能是他摆脱原苏联遗留国身份的真正的立国之战 战后会有一个西方援助他重建的计划 乌克兰应该会在废墟上建立一个更加西方化的国家 加入欧盟后他的经济会有大的发展 克里米亚呢 他不过是受各种制裁的去全球化的俄罗斯的边缘审犯 15年足以让他与乌克兰之间产生巨大的反差 也会产生新的变故 乌克兰本来已经失去了克里米亚 缓冲个15年也没什么 对于谈判桌上可能出现的妥协 泽连斯基早就公开说过 一切重要的决定必须由乌克兰人民公投来决定 泽连斯基作为这场卫国战争的领导者 他才不会主动背上卖国妥协的罪名 战争还会持续很长时间的另一个原因 是战场上还没有决出胜负 普京不会轻易认输 不到乌克奈何是不会放弃 俄军至少要在乌克兰东部取得一些战果 这既是要维护面子 也是让谈判多一些筹码 目前西方世界对于俄罗斯的各种制裁措施虽然很多 但这些措施需要时间才能体现出他们的效果来 俄罗斯国内对于制裁的承受极限还远未到达 所以普京目前还有时间去继续打下去 从理智上来说 为了减少乌克兰平民的伤亡 那当然是希望双方尽早实现和平 但是从情感来说 如果想要实现正义 就必须让侵略者付出惨重代价 那就要打持久战 一方面在战场上把俄罗斯拖死耗死 另一方面等待制裁措施起作用 这样才可能得到一个对乌克兰更有利的谈判结果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当地时间3月29日报道 对于谈判中 俄方承诺将在乌克兰部分地区减少军事行动的消息 美国总统拜登当天表现出了极其谨慎的观望态度 声称将拭目以待俄方是否遵守承诺 CNN用一个翻译字俄语谚语的英语短语 形容拜登是不相信但需何时 和拜登同样表示观望态度的 还有法德义英四国领导人 就在俄乌局势出现些许和平曙光之际 他们却在当天早些时候同拜登通了电话 提出观察俄方后续行动的同时 达成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安全援助 并加强对俄罗斯制裁的共识 CNN报道指出 尽管俄乌谈判略有进展 但西方国家的官员普遍不愿相信俄方 美国官员甚至对俄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 和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尔泽连斯基 在谈判中的态度同时表现出了怀疑 同一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继续指责俄罗斯 对乌克兰发动了野蛮攻击 声称不关心俄罗斯说了什么 更关心他做了什么 五角大楼方面甚至暗示 俄罗斯在基辅并未真正撤军 更像是在进行重新部署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与政府官员开会时表示 英国将不会仅凭俄乌达成听伙协议 就取消对俄罗斯的制裁 英国首相发言人透露 约翰逊说未来英国要在经济和军事两方面 向俄罗斯施压 以确保俄罗斯完全改变方向 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顾问波多利亚克表示 有关乌克兰安全保障的协议 必须在全民公投中获得批准 波多利亚克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 与俄罗斯代表团会谈后在简报上说 安全保障协议的实施将遵循以下程序 首先是全民公投 乌克兰所有公民将在公投中 表达他们对协议以及协议运作方式的立场 之后乌克兰议会以及相关安全保障国议会 将进行批准这是关键 也就是说需要得到公众对这项协议的支持 波多利亚克同时透露 乌克兰代表团建议在协议的单独条款中 确定在15年内通过双边谈判 解决克里米亚和塞尔斯托波尔的地位问题 在此期间乌克兰和俄罗斯不会动用军事或武装力量来解决相关问题 对此的谈判仍在进行中 他同时表示 有关断巴斯地区的问题将在泽连斯基与普京之间的会谈框架内进行讨论 下一轮谈判的日期将在工作小组的进一步磋商和俄方对条约概念做出反应后决定 据路透社利沃夫的报道 对于俄罗斯承诺减少在基辅和另一座城市周边的军事行动 乌克兰表示怀疑 因为一些西方国家预计 莫斯科将在乌克兰其他地区加强攻势 乌克兰总统弗拉基米亚兹连斯基当地时间29日晚间说 乌克兰人并不幼稚 乌克兰人已经在这34天中 在过去8年的断巴斯战争中了解到 他们唯一能够信任的就是实实在在的结果 乌克兰武装部方面说 俄罗斯承诺减少某些地区的军事行动 可能是个别部队软化 为的是误导全世界人民 法新社消息 对于29日在土耳其举行的新一轮俄乌面对面谈判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 发布视频讲话称 看到了其中释放的积极信号 但基辅不会为此缩减防御努力 他说我们可以说从谈判中听到的信号是积极的 但这些信号并没有盖过爆炸或俄罗斯炮弹的声音 报道称 对于莫斯科方面缩减军事行动的计划 泽连斯基表示怀疑 说我们不会缩减自己的防御努力 好 以上是本期视频与您分享的内容 感谢您的耐心观看 这里是碎片记忆频道 咱们下期节目再会